在2011年的這題 2011年AMC118 2011的第四題 題目說 阿泰在三次九次旅遊裡面 釣到魚的樹木有這些 他就問你說 請問你 算數平均數 重數跟中位數的大小關係為何 那這個題目 其實他考你就考這三個東西的觀念 那我先解釋一下 什麼是算數平均數 把全部的數加起來除一個數 對 比如說假設你想要知道你的那個平均分數 你考試的時候斷考成績有沒有 平均幾分啊 那是等於比如說你考五科 那是五科加起來除以五 這叫平均分數嘛 對不對 算數平均數 那重數是什麼意思 你把他寫下去 對 出現最多次的把他寫上去 出現最多次的 好 注意聽 趕快 出現最多次的那個數字呢 那中位數是什麼 你要先有小排到大喔 按照 先排列 對 你要先排列 對對對 先排列 然後呢排列完以後呢 中間的數不稱為什麼 就稱為中位數 那你要記數喔 中位數沒有人規定 它一定是唯一的喔 譬如說我把那個1 2 3 4排列 請問你中位數是多少 應該是2跟3然後相加除以2 2.5 對沒有錯 會啦齁 好 所以這題目裡面呢 我們看怎麼做 好這個第二個 你先排列啦齁 先把他排列 0 0 兩個0對不對 幾個1 兩個1 你排列好的就把它劃掉 避免你重複數到 好幾個2 兩個2 幾個3 好3個3 好所以第一個呢 請問你 算數平均數怎麼算 全部加起來對不對 1加1 2 2加2加2就是6 6 6加9 所以是15對不對 15 來請問你 要出多少 1 2 3 4 5 6 7 8 9 所以要除以9 所以你多少 它等於3分之5 它等於1又3分之2對不對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算數平均數 1又3分之2 那重數呢 出現最多次的是誰 3 所以這是3 中位數呢 中間兩個 中間兩個是誰 2 應該是5嘛對不對 應該是2對不對 第5個數字 所以2 好所以答案很明顯出來了 誰最大 重數最大對不對 所以bc bd1 化掉 為什麼 因為最大是重數 好 再來看那個中位數 跟算數平均數 好 算數平均數 好注意聽 1又3分之2對不對 然後 中位數呢 是2 所以很明顯 算數平均數應該最小 所以答案應該選誰 選c 這樣會嗎 可以啦 好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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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